基本上就是在雲端白板的第二頁的地方 你會發現其實基本上改哪些地方 錄製完之後主要是改那個坐標 O1的Labs 跟O1的Top 這兩個就是左上角的坐標 然後500是它的寬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改成別的 我可不可以改那個 我不要用500這個數字 我可以用那個 類似像這個儲存格的寬 儲存格的高乘上10 那有可能有同學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500 我可以把這個500的數字改成什麼 改成我要用那個什麼 就是儲存格的寬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到到這裡好了 剛好幾個 幾個寬 123456789 9個寬好了 那可不可以改 那可以啦 如果你要9個儲存格的寬度的話 那你可以以哪一個 比如說一樣O1好了 我不用500的話 那你可以講 寬的那個屬性叫做Vis 所以你打一個W 他就出來了 就這個 他的儲存格的寬 那你要幾個乘上9 這樣OK 這樣也可以啊 OK所以以後如果你要9個 那你就這樣 那以後就不用500了 所以我們把這邊把它貼到這邊好了 貼過來 OK OK 他的寬 他的寬有9個 那這樣的話呢 執行起來看一下結果 好像是這個 9個 有沒有 這是嗎 看一下 這個 乘上9個 所以他會按照O1的寬度乘上9個 12345678 寬度 刪掉一下 再跑 寬度乘上 還是說他 原來是 原來他的寬好像跟他這邊的寬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會造成好像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的寬都設成一樣 然後可以的 常用裡面有個格式 平均 平均分配藍寬 或者藍寬稍微調一下 全部都設為一樣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OK 理論上如果寬有9個的話 那我們就是 按一下他就會剛好9個了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不對 原來是每個寬好像有點不太要 那藍寬的部分你要幾個藍寬你就自己給他 所以 剛剛那個500 假如說你不要用那個500的數字 你要用類似 哪個儲存格當基準的話 那你可以只要改什麼 改剛剛講這裡 本來是500 那把它改成 哪個儲存格的寬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邊 主要是學會 四個屬性吧 一個是 儲存格左邊的坐標 儲存格上面的坐標 儲存格的寬 儲存格的高 那當然還有別的啦 所以這個就物件 物件的概念 也就物件裡面會儲存很多的資料 那就是他的屬性 你把那個資料讀出來 然後呢 去做一些變化 就可以把你要的那些相關的結果給做出來 好 那這個是第1個 那第2個的話呢 我們 再來就做個變化 什麼變化呢 如果我今天不希望 做成縱向的 就是說呢 現在的話變成他的順序是 1 下面一個2 下面一個3 一直到 最後的話應該是25 那我如果希望呢 不要這樣排 這樣排在佔空間的 我希望 左邊 一個 這邊是1 那把這個2的話放在這邊 這邊是2 然後34 所以喔 這樣的話變成說可以看到的圖 會相對的比較多 不然你可能 你們老闆說 你這樣看我很不 很不方便 為什麼我這樣變成要一直捲動 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多放一些圖 然後左邊右邊各放一個 那這樣我看會比較 快一點 可能我可以看兩倍的速度 OK 那怎麼做 一樣嘛 所以喔 所以我們把 上個禮拜講的 應該還有印象吧 把這個 全部的側站 摺線圖 也許我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這邊來 OK 那改幾個地方 改的就我剛剛講的 其實大同小異 那主要觀念的部分 我再改一次 其實喔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當然你們可以再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至於說 我是把 我乾脆把這個放在下面好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那個 剛剛全部的摺線圖這個 複製一個 那只是後面再加個2就好了 也就是說他的SUB名稱不能一樣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去改什麼 改那個 他的位置 那改的位置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 跟那個上禮拜一樣 第一個就是把他的那個 數字我乾脆也一樣改500 好了 剛剛是500 你就把他改成250 也就是說呢 他這邊呢 就是把他的寬度縮小一半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這個WIS 乘上9 那就麻煩 因為他變 沒有4點 乘上4 好像4.5應該也可以 變一半 只是說4.5 怪怪的 OK不然我們先用250這個數字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其實會有 分成 兩個 所以呢 一個是 左邊的 就是說 基數跟偶數的 因為會有兩藍嘛 所以這個是1 這個是2 那基數的部分 就放在這裡 那偶數部分的話 因為他相差250 所以這個 這個位置就是加250 就對了 然後寬度一樣是250 那當他是偶數的話呢 就把R的數字 加上1就對了 R等於R加1 這樣就OK了 所以概念大概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你要改幾個地方 如果他是 基數的部分呢 不用R加1 偶數部分的話呢 才R加1 OK 然後呢 他 偶數部分呢 就是把基數部分的位置呢 然後呢 坐標Labs的部分 向右移動 250 那寬度也是250 OK所以喔 基本上 可以怎麼改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 這個下方 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i的詞 假如mode mode就是求儀數 除以多少的 除以2的儀數 如果等於1的話 然後空一個then 然後呢 就是 執行什麼 基數的 這個部分 那如果偶數的話呢 那就else 反之 and兩下 打個andif 那所以呢 我把這個底下 這一行 這三 其實底下這一行可以拿掉 這個是 我印象中是因為有那個圖粒啦 那圖粒部分呢 如果你不要就等於false 我先把它拿掉 那這兩行呢把它搬過來 那這個是偶數部分的 跟這下是 7數部分 那7數的話呢 其實應該 這邊基本上不用動 好像只要把這個寬度改良250就好了 然後偶數部分的話呢 只要這邊再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程式 那第一個呢 就是把 它的labs 加上250 就是讓它向右推250就對了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記得在下面這邊呢 改成r 等於r加1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我們會需要有個r r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記得加在哪裡呢 加在for回圈的外面 它的初始值等於1 然後我們就把這邊改成r就可以了 把什麼呢 把這邊k裡面的值 改成r就可以了 OK 好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我不確定了 所以我基本上 大概就改了 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把500改成250 然後呢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基數部分呢 不用加250 偶數要加250 因為它向右推250 然後呢 偶數部分跟基數部分不一樣就是 它換列 所以這邊會多加一個 並且把k的 這個i改成r 那最後我們來 弄弄看好了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 可以把結果給弄出來 我看應該 OK 沒問題 有沒有 250 然後換一個 然後換下一列 所以理論上 這樣看起來 就更 怎麼樣 本來 很多的圖一下子就變少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也就是說呢 把剛剛的全部繪圖 再把它變成兩欄輸出 縱向就欄嘛 兩欄輸出 OK 那待會的話呢 也許 我們就是 假設我要把它 換另外一個工作表 跨工作表輸出 因為畢竟 那個左邊資料右邊圖 其實看起來也OK 可是感覺其實還蠻擁擠的 所以如果說 你希望 圖跟 這個資料分開 一邊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表 那該哪個地方 試試看 呢 呢 呢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